我們習慣他們為天龍人 但不是北部 因為我們也是北部 北部人很難參與是不是 不是很難參與 是完全不能參與 因為他們就不會台語 我被捷運夾過頭髮 你是不是夾到頭髮還是頭 頭 頭啊 這樣子夾 真的是一躺下去 就會有回到家的感覺這樣子 欸我錄影了 你們到底快篩完了沒啊 欸沒有 你看我這個有幾條線 我看不出來 什麼什麼 等一下 我沒看過這個樣子 唉唷 唉唷 完了 唉唷 完了 媽咪Q啦 完了 首先同學對南北的定義是 我今天問你說你是哪里人 你為什麼 基隆人 你是哪里人 北部人啊 北部人 所以說那你們覺得哪邊開始 就算是南部 那個 桃園就蠻難的嗎 分別就是哪里人 新莊 新店 新竹 桃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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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兩位你們覺得他們算北部人 不算啊 完全不可能 謹慎喔 謹慎喔 我很堅持那個地理課本 劃分的北部 就是新竹與北都是北部 我們習慣他那樣為天龍人 但不是北部 因為我們也是北部 你真的看到那種 剛才說士林天母來的 你會覺得 我還是輸了嗎 你會有這種感覺嗎 不會啊 完全沒有 就大家都是北部人吧 大家一家親啊 但他們為什麼不能這樣講 蛤 撞龍作啞 而北漂學子們 對台北的印象是 講一個就是上來台北之後 做過現在目前都市的一個事情 搭捷運吧 就這樣 真的是搭捷運 真的 彰化沒有捷運 所以搭捷運的時候會讓你覺得說 我真的是到底沒有 我覺得 好屌喔 5分鐘就有一輛車 對對對 還有那個台北的公車超快 那你們對台北 台北有學生的影響 就是可能 你的同學 就是高智商吧 就是智商應該會高 對啊 一節 就是競爭力 就是競爭力 感覺像比別的這樣 然後就會 看起來而已 就是你們蠻丟的 我也是這樣覺得 哈哈哈哈 世江生死 這台北人都很冷漠啊 我很常就是 就去反面來說 哎呦哎呦 等一下去示範啊怎樣 然後他們都說 不要啦 我要去學功課什麼的 而這位同學的看法是 可是台北人也有幾個 還不錯的 像我有一個熱舞社的朋友 他跳舞跳得很帥 有時候他會教我兩招 那需要不要示範一下嗎 你要示範一下嗎 要跳一下嗎 OKOK就這樣 愛死嗎 愛死嗎 愛死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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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拍到 那有一個學會這些 親近的這裡把妹 有幫助嗎 完全沒有用啊 像馬戲團一樣 而猴模猴樣 還被校稱說是北漂青年 上來之後還有什麼差別 比方說東西比較貴啊 或什麼之類的 穿搭吧 就是走在路上 然後看到 北部分的一些穿搭 跟在南部看到一些穿搭 其實我覺得有差別 像南部就是穿的比較窄的人會比較多 至少我看到的啊 那你覺得你現在已經有進化成一個 北部的一個潮流的穿搭 我看起來不窄嗎 我還穿拖鞋欸 沒有拖鞋不是窄不窄的一個關鍵 你看很多很多草的人穿拖鞋 那你覺得我穿這樣草嗎 還好 吐槽 你們在台北的交通方式是怎麼樣 騎摩托車 爸媽會不會跟你說什麼 台北那麼方便 就是搭捷運就好搭公車就好 不知道不給你們什麼車 會有這樣子 一開始會 像我妹 比較三保一點她就 就我媽一開始就不想讓她騎 後來就還是習慣 因為就是真的方便 像我家那邊捷運 至少就要走十幾分鐘才有 對 你現在住哪邊 住永和那個河堤那邊 你會選擇永和是因為就是可能房住 房住嗎 那你怎樣 沒有啊 他媽買的 現在我們訪問到三位是來自台南的同學 那你覺得是什麼做 唱片騎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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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DJ啦 DJ和老舌 啊我們是老舌 老舌要不然現場來一段啊 於是他現場freestyle了一段 啊 你知道了沒得回來台南 我依然活得超鬆 台北最垃圾的高公 威爾大安高公 MOTHERFUCKER 那些垃圾全部在我山門跟我攀比 我來自台南我的無糖飲料 覺得比他們還要屌的 根本沒有在想的 在我面前那些北部人不要跟我鬧了 啊 我現在背頭不是台東人拿的槍 我喝的超甜超甜的牛肉湯 啊 我隨便都可以 可以 可以可以可以 你們那些北部都覺得台北人的嘻哈跟 對 北部的嘻哈跟南部 這個有點 我覺得台南人玩的會比較有點地獄性 一個crew 一個團體的鏈結 我覺得會比較強壯 有那種朋友的兄弟的感覺 但是台北就是 台北就是 台北就會比較散 然後都會比較酷一點 所以你們剛上來台北的時候 會很自然的看到人 就直接先講台語過頭嗎 跟嘉義高雄台南的會 北部人很難參與是不是 不是很難參與是完全不能參與 因為他們就不會台語 我之前我那個室友就是這樣做 然後那時候我不知道再跟他吵架什麼 我忘記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你是白痴喔 他說蛤 我說沒有啊沒有啊 你剛才說什麼 沒有啊 他聽不懂 你是白痴啊 他聽不懂 今天是七神太聖了你 你們上來之後 有發現台北同學可能比較不會講台語 有 有這差蠻多的 這有真的有 我跟他講台語 然後他也翻不了中文 他點餐會說cheeseburger 他去麥當勞 然後見人會說 不好意思今天想要吃一份什麼 然後他就說 不好意思 我要一份cheeseburger 他也要sprite 然後他 我要medium的 不是辣椒的 你剛才講的那一串 全部就用台語 一個sprite 然後他去換台語 不會熟透明的氣墜 哇 那cheseburger要怎麼講 有那個起司的那個 漢堡 哈哈 你會把他起司啊 而同學們最懷念的家鄉味是 我最遺憾的就是沒有丹丹漢堡 丹丹漢堡 喔 真的 真的 但南部很好吃耶 所以你上來之後 最想念就是丹丹漢堡 真的超想念的 那 有什麼就是 稍微可以媲美丹丹漢堡的東西 他可以有可以取丹丹漢堡 對 取代他的東西 取代一定是不可能啊 丹丹漢堡好在哪裡 台北這麼多漢堡店 各式各樣的 丹丹漢堡好在哪裡 他好吃啊 對啊 然後他的 他很好吃啊 單純 你現在有沒有可能懷念自己嘉義的 什麼東西 會啊 會啊 嘉義啊 嘉義很多啊 美食啊 嘉義的 涼麵有美乃滋 就是那個醬 就是不一樣 他們自己調的出來 對啊對啊對啊 就是我那一次 我也要驗收 然後時間太趕 我就買了那個全家的涼麵 然後我吃到HOTO 幹麻醬 食物就是這樣子啊 便宜的東西通常都很難吃 真的要好吃的就是很貴 我回台南 兩個禮拜胖了10公斤 我從53胖到63 你吃了什麼 就吃媽媽煮的菜啊 我會開菜單給他耶 我跟他說 我想要吃羊肉根飯 我想要吃咖哩飯 丼飯 大普鐵板燒 蛤 沒有 沒有不是不是不是 這是我總共想要吃的所有東西 對對對 沒有沒有他說 怎麼 自食欺利 最後我們發現了台中的都市傳說 我不知道是我們學校會有那種 很惡毒的 踢蛋蛋搓屁股的風氣 還是 還是是整個台中都有 這應該可以問一下 有這個有 我們會有一個叫忍者遊戲 啊這個宗旨就是 忍者隨時隨地都要保護好自己 所以我們可能就會像這樣 然後 然後 超過就這樣子 然後 這樣我就一剩零敗耶 是真的有這個東西 人真的有心理 不知道我現在有點痛 哈哈哈哈 休等幾咧 OK 那我們今天校訪就到這邊結束囉 嗨 Pensel 6 欸咕 我們今天要問的問題是 怪美標今年 Pensel 妳是來自哪裡 嘉義 嘉義 嘉義的話妳就是可能 過高中在那邊念書嗎 那妳覺得 有時候比較懷疑妳在那邊做什麼東西 比如說我們 玩自習之前 我們會先去夜市 吊蝦 沒有 吊蝦 吊蝦 好酷喔 吊蝦是可以在晚自習前做的 對啊 因為晚自習會 可能讀書蠻久的 所以要 準備一些吃的東西 然後去吊蝦 吊蝦不在一個小時兩個小時嗎 所以你們是神術 一過去 五分鐘 老闆我們走了 沒有其實 我們沒有在上第八趟 所以我們下課到 震動晚自習 對還有蠻空蠻久的時間 所以你們晚自習 覺得餓就是 吊蝦拿來吃的東西 不是我們會先去準備 不是好學生 我們會去讀書 我們是先去準備一些 晚餐要吃的東西 那為什麼不然買便當 對啊 為什麼不然買便當 那是點心 就是我們有先去吃正餐 就是我們去逛夜市 點心不是說 紅豆餅還是雞蛋公司的嗎 去丟一下 下款 那個六十四年 對我新竹人 我屏東出生新竹長大 平易新竹人 平易近人 那你剛剛想的吧 對 那你對新竹有什麼印象 歪歪車隊滿懷念的吧 歪歪車隊是什麼 這是我們 我們高中的一個名產 叫歪歪車隊 我們高中可能就是 有高子跟 跟就是 普通高中嘛 混合在一起 所以比較混雜一點 所以可能會有一些 比較加久的人士 可能會鬧事之類的 那時候就有一個歪歪車隊 就是會到處的 歪歪歪歪歪 就是一個飆車啊 我那時候高中園遊會的時候 哇 有一個人在校門口 那個狼牙棒插在頭上 然後這樣子 這樣走 對對對 然後警察就把他帶走 然後呢 我們運動會園遊會的時候 警察都會持衝鋒槍 在校門口附陣 你是講真的還講假的 這是真的啊 你是他狼牙棒插在頭上 然後他在幹嘛 他就這樣 他就這樣走啊 然後呢警察就要把他帶走 你不是萬聖節都辦嗎 沒有不是萬聖節 他是在流線 你是新竹人嗎 對我是新竹人 土生土長新竹人 土生土長新竹人 所以 你什麼時候上來北部 從我大學的時候開始吧 然後之後就 工作也都在台北這邊 對 那你多久沒新竹是這樣 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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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你每天從新竹通車到台北上 我帶高鐵來上班 高鐵通勤仔 為什麼不住個房子 高鐵比較便宜 你看高鐵月票一個月 新竹到台北就要8200 8200吧 如果你在台北8000塊 完全找不到一個像樣的套房 就算你有找到 也是很髒或很舊之類的 跟你講真的 我上次在 國富紀念館吧 找到一間9000塊的套房 大概就這麼寬而已 大概就這麼高而已 我站起來可以直接摸到天花板 寬都可以在地址 寬就是我手張開來這麼寬而已 真的 真的 我手張開來 大概185公分吧 真的 真的 我手張開來 就摸到兩邊的牆壁了 這邊有一套 等一下去開箱一下 等一下可以 大家可以介紹一下 可以簡單比較一下 我們公司的小宿舍 跟你在台北住到的房子 是不是差不多啊 沒有 差多了 這邊很寬啊 你看我手摸不到牆壁啊 你看 對啊 還很高 而且 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 我晚上都會睡在這邊 我喝醉的時候都會睡在這邊 這個棉被喔 真的是 一躺下去就會有 回到家的感覺這樣子 你直接躺下去我直接睡爆 這一腳 直接開始睡了嗎 直接睡爆 像在那個天花一樣 阿蘇 我們自己的主題是要北漂清理 Evan是來自哪裡 台中 台中 台中是不是 那你大概幾歲開始上來台北 幾歲畢業之後 那你呢 我是中立 中立 中立算北漂嗎 你覺得 你覺得有北漂到嗎 我覺得還是有啦 那為了一下Andrew 那你來台北之後 最不習慣還是什麼 我覺得其實 桃園跟台北還是有一個差別 所以就是 像什麼捷運什麼 其實我開始就真的不太會打 喔 其實這真的有差喔 就是我記得我開始上 我覺得我自己還蠻突 那個時候好像紅線還沒還沒開嗎 還沒有走到那個 市府那邊去 欸 完全完全完全 欸 現在 白漂去年 我要夾一個人 就是我之前就是不太會做捷運 那種感染 我被捷運夾過頭 你被捷運夾過頭啊 捷運 不是 不是我剛想一想看到畫面 要怎麼可以夾到頭 怎麼 你是不是夾到頭髮 頭 整個頭 哇你拉近一點 來來來來來 我現在看著我 有點後移症 不是 應該是這樣夾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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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她 她的 沒事 她的 是你 為什麼會被夾到 因為就是 節目不是快關門的時候 他嗶嗶叫 然後因為就是 以前聽到嗶嗶叫 你就很想說 不行我一定要趕上這班車 這樣子 很緊張 可是就是明明捷運兩分鐘就會來一趟 因為以前搭你們搭那邊搭火車 很久才有 這個我也有想 專觀經驗真的 台學真的都靠別人 是不是 然後delay都是什麼 10幾克 所以你們下一次就會覺得 捷運一定要趕快趕上 然後呢 然後我就很緊張 然後說我就這樣衝上去 然後來不及 他就不然夾到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車快開 然後我就覺得那個車快開 我就很乖 可是裡面的群客就幫我把他來 那個時候捷運還會自己開喔 不是是捷運 裡面的人幫我把他來開 真的假的 可是我其實有點緊張耶 因為我就夾著耶 因為我就夾著耶 所以大概就是 假設他夾到的話 安主你也來 他會這樣拉開嗎 對 裡面的人就趕快 看到你因為車要開了 真的假的 太危險了 就是這樣你痛嗎 你會痛嗎 你自己擺不開 我忘記會不會痛 欸 我想問 我想問 如果到時候當時沒有把人幫你拉 然後捷運開始開的話 欸 真的是 然後你覺得 然後你覺得 我們就到這邊啦 那提醒大家 出色未必備 現在只要用手機號碼 就可以註冊使用D卡囉 那我們D卡調查局 南北都有趣 掰掰